注意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的部分呢 请注意一下 其他命令里面有个叫制定工作区 这个地方点下去 制定工作区 点下去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制定工作区里面 就会出现有一个 叫开发人员的这个地方 那预设值 你们等一下看一下 预设是没有打勾的 那请各位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呢 按一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开发人员的这个标签 就会出现了 出现之后呢 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呢 聚集的安全性呢 还是很高 也就是你 开启聚集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说 你聚集没办法执行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以前有担心说呢 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他一律 预设值都是 停用所有聚集 好像是应该是这一个吧 停用所有聚集 而且会通知你 告诉你说 你没有打开 那我们怎么样 才可以 启动聚集 并且执行 那特别注意 请各位 启动开发人员之后的话呢 并且再到聚集安全性里面 这地方聚集安全性 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 启用所有的聚集 这地方 否则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执行VBA 这地方请你把它 点这个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再把你的这个档案 关闭 存档 再把它怎么样 重开一下 因为你要启动 重新启动之后呢 你的聚集 才可以被执行 OK 那试试看 这个地方是 环境的设置 那设置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会多出一个Visual Basic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Visual Basic的环境里面 撰写我们的VBA了 那等一下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那个 我们的那个VBA的环境先设定起来 你那么多谢 我认为 你这么多谢谢 你这么多谢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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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